那么作为一型载人火箭 高安全性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提高火箭的安全性 长2F进行了持续的优化升级 安全性在不断提高 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后 负责运送航天员的长征二号F火箭 也迎来了高密度发射任务 作为中国航天史上 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员专列 每一次亮相 它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都会再次提升 长2F火箭历来是对可靠性方面 是在做不断的提升工作 这回摇石五火箭 我们在提高可靠性方面 也进行了26项的技术状态的变化和更改 这些方面主要是消除一些 我们发现和认识到的薄弱环节 例如我们的耗尽关机变换器 我们识别出有个别的器件 存在单点失效的模式 这回也把相关的器件进行了融与改进 融与改进简单来说就是相同器件有备份 在一个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另一台设备可以无缝衔接 确保火箭正常运行 不仅器件进行了融与设计 长2F火箭也采用了发射一发 备份一发的模式 两发火箭轮流站岗 进入值班状态的火箭如果接到应急救援命令 可以随时实施应急救援发射 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航天人还会对火箭进行各项检查测试 每天监测火箭状态 让火箭可以以最佳状态迎接发射 火箭转场之后到了发射区 我们整个火箭还要做一次各系统功能检查 后续还需要与飞船进行接口匹配 然后要参加全系统的发射演练 目前整个的火箭状态良好